叶宇俊弹吉他 我是叶宇俊 今天让我们来讲五声音阶的手型做个串联 在之前的教学中有提到过五声音阶的手型运指 如果你对于五声音阶在吉他上的排列还没有基本的认识 你可以先回头看看这个教学影片 对于五声音阶的排列应该会稍微有点概念 好的 今天的例句会是Amin五声音阶 也就是A C D E G这五个音 待会要弹奏的句子也就是在吉他独奏上 经常出现的一个排列形状 这个句子的动机是这样子的 以十指按第六弦的三格G 接着无名指按A 在移动到第五弦上 同样以十指按三格的C 接着无名指按三格D音符 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连接动作 我会以无名指按D的同时 做一个全音的滑旋移动到第七格的E这个音符上 这个手型让我可以刚好完成一组五个音的组合 perfect 当第一组手型完成后 我要将它再移高八度弹一遍 很刚好的高八度G 这时候就在第四弦第五格 一样以左手十指按G 以无名指按A 接着换到第三弦的第五格弹C 第七格弹D 然后关键动作再度出现了 也就是以无名指按D 并滑旋全音移动到E 你会发现这两组动作根本是一样的 只是高一个八度而已 没错 但是要小心每逢运指第三换第二弦时 都要加一格 也就是要相对往右移一格 才可以维持原本运指的排列逻辑 所以这边我将十指移到第二弦的第八格 C上面 接着就是如前两组同样的音阶排列模式 简单好记吧 这组音阶手型排列在太多吉他Solo中都曾出现过 应用非常广泛 CP值超高 最后我将以上练习组合起来弹奏一次给你听 你也可以一起跟着节拍试试看 在滑音动作时我还是维持着Picking循环 你不一定要和我一模一样 因为这个例句也只是其中一种排列和弹奏手法而已 当然你也可以加入创意 用不同的表情、手法、拍子来弹奏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是今天五声音阶连接的指形教学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按赞、订阅、分享 多看个十次 记得小铃铛要打开 就不会遗留任何影片更新哦 也欢迎帮我的脸书专页 按个赞并追踪 记得要设为抢先看 任何相关讯息都会第一手更新的 叶宜骏弹吉他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